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不小心刷到脸书FB 看到我们知名3CYouTuber 欢在代言英特尔操评活动 但这活动宣传照片看起来真的和我认知的干话王欢 真的差太多了 整个帅度简直破表啊 连他的革命情感好友阿哲也是赞赏有加 这真的引起我的兴趣 想去看看本人和照片差了多少 再看看活动日期 也刚好在星期天 所以我就向香嫂请了一天假 在家里大小事处理好后 就马上跑来现场 可能是昨天的大选后 精力用尽 大家星期天都在家里休息吧 让我一路顺畅没有塞车 比我预据活动开始时间提早到了30分钟 今天的松山文创园期人潮也算不少 希望这波疫情赶快点过去啊 让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步调都能回归正轨 不然再这样下去真的会饿死一堆人啊 由于今天怕塞车提早出门 所以我午餐都没有吃就赶来现场 趁还有很多时间就先到园区里的前家便利商店 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中边美式咖啡简单吃了一下 虽然说不是什么高级大餐 但在肚子饿死吃起来也是极品美味啊 吃完后差不多看一下时间 也应该要去会场排队入场了 而我也大概把园区逛了一遍 回味当初和香嫂没结婚前的约会地方 真的所有景色都没有变 只有人变老了 生活又多了几个小孩要照顾的烦恼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去会场排队等入场吧 这就是今天的活动看板 目前排队的人潮不算多先去排队等待 在准备登记入场时 从右边的角落我看到了熟悉的两个身影 原来这就是我这次要来观看的YouTuber进和欢 平时都只能看他们在镜头前拍摄和解说 现在在现场看到本能感觉 两个人应该都有175以上的出壮男吧 进到会场后我先到超频比赛区域看了一下 这次大会给选手用的都是一样的电脑零组件 在同样的要求条件下比赛 这时就要看个人的调校电压供电能力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而活动开始后又是难免不了一堆来宾讲话和主持人介绍说明 搞得我们两位YouTuber欢和静只能静静的等待 好不容易等到来宾和主持人全部说话完毕 终于该是我们两个YouTuber可以上台了 再不给我上台我真的要去小睡一下了 在经过简单介绍两位YouTuber的经历后 正式进入超频组装比赛 其实你可以发现GIN是比较喜好违心的电脑零组件 欢则是使用赞助商华硕的电脑零组件 同时来参赛超频玩家也在同一时间开始组装起来 现场状况也是很紧张又刺激 一点也不能放松 毕竟每个人身后都占有裁判人员 任何小小的动作都可能会被阻止和指责 再回到我们的主舞台 我发现欢好像一直被一体式水冷头安装问题所困扰 连在隔壁桌GIN都要放下手上组装工作来关心支援一下 这时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革命情感 还真的是蛮浓厚的好兄弟啊 但是很可惜比赛到最后 欢的水冷散热器都有安装上的问题 没有办法让他搞定 而GIN也是以往表现出他测试专业本能做到最好表现 今天欢的水冷头安装问题 连GIN来支援也是不太顺利 如果今天换成在拍YouTube安装测试影片 那这可是很有看头的一个亮点 可是今天是在比赛时期也只能说抱歉了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啦 最后比赛结束后 欢也跟大家解释 他的水冷头扣具选择使用错误原因 才让他在组装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事 而比赛结束后 两位YouTuber也很大方的接受粉丝的要求合照 那你一定会问我 有没有合他们合照吗 这还要问 当然有啊 能和我们3C电脑测试YouTube上一线YouTube拍照 真的是很爽啊 不然老是只能在YouTube上看看他们 真的是有点空虚也不实际 一定要做一个记录啊 再说YouTube这个平台还能生存多久 大家也都不知道 来做个历史记录也算不错 但当我要离开回家时 我又看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另外一个YouTube阿哲也来探班看看两位好朋友 今天能一次把环境哲学三位一次都看到 真的是运气太好了 本来想说今天少了阿哲 不知要在哪一个场合才能再看到他 真的太可惜了 还好在最后擅长时他本人终于出现了 太棒了 好啦也差不多要回家照顾七小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遇到这三位环境哲学YouTuber的经验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